当地时间19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 举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议题 一般性辩论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发言 敦促美国 英国等西方国家 切实解决其本国的严重种族主义 和种族歧视问题 从方注意到美国在本届会议期间 表示将正式自身种族主义 和种族歧视等问题 我们认为要听其言 更要观其行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将公开表态 转化为具体行动 我们敦促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和有关欧盟国家 同样采取有效措施 解决自身严重的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和仇外暴力问题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 2001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 反对种族主义会议上通过 是国际社会打击种族主义行动的蓝图 陈旭表示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 仇恨言论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今年是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20周年 中方支持非洲国家 关于国际社会应增强政治意愿 全面有效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意见 正如非洲国家指出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现有的 结构性不平等和系统性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问题 国际社会需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